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远的第四道题目 它说如右图啊 圆欧的半径是3公分 圆欧在这里它的半径是3公分 那么圆心角AOB等于90度 它这里是一个直角 直角参加型90度 好 求黄色弓形的面积跟周长 好 这里要求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它的面积 一个就是它的周长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慢慢做 那黄色这个弓形啊 图面上已经有把它涂成黄色了 所以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大概知道它长成什么样子 好 那我们先来求一下面积 那这个弓形的面积有没有办法直接求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先求这个绿色的扇形 把这个绿色的扇形的面积算出来了以后 再去减掉这个橘色的三角形 绿色的扇形算出来以后 我们再来减掉这个橘色的三角形 剩下的就是这个扇形的面积了 好 所以我用一个简单的这个图形来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要求这个扇形的面积 大概长成这样子 要求这个扇形的面积了 不太漂亮 好 我们要求这个扇形的面积 然后我们要怎么算呢 我们用绿 这弓形的面积 黄色弓形的面积 我们就用绿色的这个扇形 然后去减掉橘色的这一个三角形 这样算出来就是黄色的扇形 好 在图面上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黄色的扇形的面积 就会等于这个 黄色的弓形的面积 就会等于绿色的这一个扇形 去减掉橘色的这一个三角形 剩下就是它的面积了 因此我们就现在就要把这个 绿色的扇形 跟橘色的三角形的面积给算一下 好 首先我们先来算一下扇形的面积 扇形的面积是原面积乘以所占的比例 那圆面积是πr平方 圆的面积公式是πr平方 那半径已经告诉我们是3了 所以就是π乘以r的平方 就是3的平方 再乘以所占的比例 它已经告诉我们圆形角所占的比例是90度 那一圈是360 所以它就是360分之90 好 这样绿色的部分 我们就已经算出来了 绿色的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减掉橘色的部分呢 橘色是一个 因为它这里是90度 所以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而且等腰直角 因为它这一边跟这一边 都是圆的半径 换句话说这两个半径都是3公分 那圆的面积是底乘以高除以2 也就是底是3公分 乘以高也是3公分 除以2就相当于乘以1分之1 好 这个就是我们橘色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那我们来算算看 π乘以3的平方就是π乘以9 然后再乘以3 360分之90 10月份以后是4分之1 然后减掉3乘以3乘以2分之1 就是2分之9 好 我们把它算一下 所以这算出来就是4分之9π 减掉2分之9 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了 因为它没有办法继续减下去 因此这个公形的面积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它是4分之9π 减掉2分之9 那紧接下来我们要算周场 那周场我们用红色的来看一下 它的周场怎么算呢 公形的周场 是这一个湖场 再加上 这个 用蓝色好了 再加上这一段 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湖场 粉红色的这个湖场 再加上蓝色的这个弦的长度 加起来就是它的周场 所以我们来把它用一个图示 表示一下它的周场 刚刚这里是面积 我把它写一下 这是面积 公形的面积 那么它的周场呢 周场啊 写在这边好了 公形的周场 公形的周场 会等于 这个 粉红色的湖场 再加上 这个 蓝色的弦 所以它会等于 所以它会等于 粉红色的湖场 再加上 蓝色的弦 那我们来分别把它算算看 好 一样 这个粉红色这一段怎么算 粉红色它是一个湖场 那这个湖场 它是占圆周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也是把整个圆周的长度 算出来以后 再乘以它所占的比例 所以圆周场啊 这是刚刚是面积 现在是圆周场 圆周场 会等于2πr 它圆面积 就是面积 圆面积 会等于πr平方 那我们现在圆周场是2πr 2乘以π 乘以r 半径题目告诉我们是3公分 在乘以它所占的比例 一圈是360度 结果它占了90度 因为它中间这个角是一个直角 所以它占了90度 一圈里面的90度 它一圈是36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粉红色的这个湖场 紧接下来 我们还要加上这个蓝色的这个弦 那这个弦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弦刚好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那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币斯定理告诉我们说 这个的平方加这个的平方开根号 就会等于斜边 所以它就会等于根号 两股的平方和 也就是3的平方加上3的平方 这个就是蓝色的部分 好那我们来给它计算一下 它就会等于2π乘以 2乘以π乘以3 再乘以这里约分是1 4 2乘以π就会等于6 6π再乘以360分之9 有10约分以后是1 4 再加上根号 3的平方是9 再加上的平方 就是等于根号18 好这里乘起来可以约分 所以就会等于2分之3π 这没有问题 再加上根号18怎么开呢 根号18我们把18直因数分解 用29再用33 所以它知道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2乘以3的平方 那直因数分解以后 它会等于2乘以3的平方 那开根号就是 里面集满两个 可以换出来外面 所以就会变成3倍的根号2 因为这3集满两个了 可以换出来 那里面只留下一个2 所以我们算出来 最后的答案 它的桌场就是2分之3π 加上3倍的根号2 那细心一点的同学 你应该可以知道 前面这个2分之3π 其实就是这一个弧的长度 那后面这3根号2 其实就是这个蓝色的 这一条弦的长度 那因为它们有一个根号 那跟π因此没有办法相加 这就是最后的答案 那这一道题目呢也不难 那同学们大致上来讲 你只要细心一点 然后用拼拼凑凑的方式 比方讲 弓形的面积 就会等于扇形的面积 剪掉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那弓形的中场 就会等于 它这个弧场 再加上这个弦 那这个弦 我们就要透过直角三角弦的B-10定理来算 好 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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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